據美聯社6月29日報道,有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美國正在處理錯誤方向前進 尤其是美國民眾對於美國經濟的悲觀情緒 正在衝擊美國總統拜登的支出 據美聯社和NORC公共研究中心上星期三公佈的最新民意調查 原來85%受訪者美國人表示國家正在調查錯誤方向前進 而79%人對美國的經濟亦不樂觀 只有28%受訪者支持拜登政府應對經濟問題的表現 而這個數字較一年之前的51%是低了很多的 總管美國的失業率現在維持在3.6%是很低的 幾十年以來最低的 但是通脹率去到8.6%也是41年以來最高的 在俄互衝突影響之下美國國內的汽油和食品價格 都直接攀升推高了通脹 與此同時聯署局為了壓制高通脹 就很積極地去加息 那收水和經濟衰退的憂慮 令到這個美股也整體跌到紅市 什麼是紅市呢?其實紅市的定義就是 那個現價來這個52周高位 跌超過20%就是紅市了 當然令到投資很擔憂了 而6月的調查只有14%的人認為美國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相對於5月時的21%和4月時的29%明顯下滑了很多 而在2021年第一季度 這個數字有50%認為這個 一半人認為這個美國國家的政策方向是對的 而兩黨對於拜登的執政表現都不滿意的 敵對黨共和黨 敵對黨共和黨就不用說了 有九成人對拜登上任之後以來的表現都不認同的 首先連自己有民主黨人都有78%的人認為拜登不行 今年3月這個情況比較好一點的 不滿意拜登的民主黨人只是43%而已 其實美國人對於政府都算是比較寬容的 美國的新冠疫情搞到美國死了超過100萬人 但大多數美國人都認可拜登對疫情的處理 主要不滿意拜登是什麼呢?就是他對通脹和槍枝管制政策方面做得不好 美聯社就指出了 糟糕的民調資料就表明了一樣東西就是拜登正面臨民意基礎的挑戰 而近幾月拜登的支持率就不斷地跌下去 最新的民調顯示拜登的支持率只有39%而已 是他上任以來是最低點的 而距離美國這個中期選舉就不夠五個月了 一些觀察人就人事都擔心了 這個成績單這麼難看 拜登就將會被逼到死國 除了要面對來自共和黨方面的壓力 民主黨內部都矛盾不斷 那國會刪報這個報章就指出了 他說自從拜登上台之後民主黨裡面激進派和溫和派的分歧反而加大了 進而都影響到這個拜登的政治議程的推進 有民主黨人簡直指拜登的執政空間是非常有限的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就報導了 在民主黨內耗的時候共和黨人正在搞選舉戰略 而且他目前是佔順上風的 面對各方的質疑,拜登近日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將他的支持率下跌歸咎於油價上漲 而且為什麼油價上漲呢? 原因是因為俄股衝突,就罵了俄羅斯 同時他還否認就是 人家說他是因為之前這個白宮 過度寬鬆,所以刺激到經濟過熱的通脹 他都說不是的,其實通脹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 不只是美國是這樣 分析人士認為比起自變和拉票 拜登其實現在最激手的還是要解決這個通脹的問題 畢竟這個是關乎選民的撤身利益的 相對於拜登在國際舞蹈上的頻頻露面,美國老百姓可能更關注國內的事務 比如目前這個激起強烈的輿論反響的這個墮胎權的法案 講到人民對國家的信任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另一個也是由美國機構搞的,剛剛出爐的年度報告 它叫做 Elderman Trust Barometer 就是叫做 艾德曼的調查,這個主要就是 關於人民對於國家和不同的團體 例如傳媒的信任度 而它做的就是包括了 訪問了27個國家,包括中國、美國 大約訪問了4萬人 平均每個國家都訪問了近1500人 所以都有 都幾公 都有可信性程度很高的 這個調查主要是針對人對政府和當地媒體的信任程度 全世界人呢 原來全世界人最信任的是科學家 而最不信任的呢 就是兩種人了 就是政府的領導和傳媒人 以國家來分,對於 相對於2021年就是去年 中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又升了11個百分點 去到83% 是27個國家裏面第一的 而去年排第二是72% 排第一的是印度的,是73% 而 這兩年去年排得最,而今年排得最尾的就是 哪個國家呢,就是俄羅斯,只有32% 尾的就是日本,只有40% 而美國就是倒數第四,43% 去年的數字跌了5個百分點 跌幅呢,是27個國家裏面第五位 至於受訪者對於未來五年的看法呢 認為會比較好的呢 排行最高的都是現在比較落後的國家了 頭五大呢,分別就是 例如肯亞,尼日利亞,哥倫比亞,印尼和印度 那個比率就是 80%去到90%不等的 這個可以理解,因為他們 現在這麼窮,不會再窮啦,是吧 再壞的啦,所以覺得呢,未來應該會比較好 那最低的五位呢,就是 都是發展中國家,都是發展了的國家 包括了日本啦,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荷蘭啦 那個比例就是15%去到29% 而美國只有40% 就是說有六成人對於這個前景不太樂觀的 而中國有64%的國民呢,認為呢 未來五年的生活會更加好 如果我們單獨比較中國和美國呢,就這樣就明顯了 那中國受訪者對於政府 企業和NGO和媒體 都的信任度比較去年的調查呢,高了 高了9-14%的 而美國呢,全部都下跌的 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之前呢,就曾經呼籲,要中國人民站起來 推翻中國共產黨 看完這個美國人自己做的這些民意調查呢 似乎美國政府應該要更害怕 好了,講完美國之後呢,就講到英國了 英國首相約翰遜呢 在7月7日呢,宣佈說要辭去了這個保守黨黨府一職 將會留任到首相 直至選出繼任人為止 不過也都有很多政客叫他 應該做正確的事,馬上離開 之前呢,英國已經爆出一個新聞就說呢,英國 北愛爾蘭地區主張獨立的 新分黨呢,在地方選舉裡面贏到空前的勝利 那麼英國保守黨在各地的選舉裡面呢,幾乎一射前來全部都不行了 那麼英國政局呢,將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意味著呢,這個大英帝國會變成,會落得一個四分五裂的下場啦 在這裡講一點點歷史呢,早在1536年呢 英格蘭和這個威爾士簽署了一個聯合法 建立了英格蘭這個國家 那麼1707年呢 那麼英國和蘇格蘭呢,經過長期戰爭之後呢,最終就達成協議了 那麼又簽訂了這個叫做聯合法 那麼雙方成立了叫做大不列顛皇國 到1800年呢,英國和愛爾蘭簽署了聯合法 又簽署了聯合法 那麼就組建了大不列顛和這個 愛爾蘭聯合皇國 那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呢,英國就允許了這個愛爾蘭 大部分的地區可以宣佈獨立 那麼1921年呢 英國在愛爾蘭北部地區就建立了叫做 北愛爾蘭自治區 那麼北愛爾蘭地區的居民的人呢 就始終呢 都想要獨立,那麼他們通過政治鬥爭啊,軍事鬥爭啊 一次一次的跟這個大不列顛和 和北愛爾蘭聯合皇國 發生衝突啦 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北愛爾蘭共和軍 或者我們簡稱叫IRA 也因為這些鬥爭成為世界十大恐怖組織之一 北愛爾蘭爭取獨立政黨 在這次選舉裡面人都壓到勝利 與視罪呢,北愛爾蘭呢 有可能會通過 公民投票 公投的方式呢 脫離這個大不列顛和 及北愛爾蘭聯合皇國 如果 如果蘇格蘭 又投票宣佈獨立 這樣英國將變成一個只有英格蘭 和威爾士的賭國 那麼有分析指出 英國現在面臨的困境 其實都是英國的殖民地所經歷過的 英國為了 繼續在殖民地發揮自己的影響力 都採取分而自之的 的策略 一方面 在殖民地挑起這個種族 矛盾 培植自己的代理人 另一方面 通過介入這個內部衝突 將 昔日的殖民地 變成一個 糾紛不斷的 國家 所以這個 英國首相之前不是說 不會忘記香港的事 都在搞同一套 的招數 令這些國家繼續向英國輸送這個商業利益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歷史糾紛就是 其中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英國離開了 南亞次大陸的時候 將這個地方分為 巴基斯坦和印度兩個國家 從而使得巴基斯坦和印度 圍繞著這個領土爭端 不斷地 罵不停 戰爭狀態 英國利用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間的矛盾 不斷地在土地上 獲取地緣的利益 政治利益 現在英國這個慣招反過來 就侵蝕回自己英國的國家主權 北愛爾蘭蘇格蘭 就是依照這個聯合法 行使這個民主自決的權利 舉行這個公投 宣佈獨立 現在的西方世界已經是一分為二 我要說 法國 德國 為首的 歐洲國家 希望加強團結 建立統一的歐洲 不是講英文的 另外一得決就是講英文的 在經濟一體化的基礎上 就要實現這個政治一體化 美國英國為首的 央格魯薩克遜國家 試圖分裂世界 從中獲得更多的失業利益 現在看來 歐洲統一進程被徹底 斬斷了 原因是因為 歐洲自己的政治體系 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問題 現任的歐洲 聯盟委員會主席 馮德羅恩根本就不了解 歐洲所面臨的困境 以色形態掛稅 試圖追隨美國 實現所謂的 價值統一 而美國的指揮下 在美國指揮下 對俄羅斯實施制裁措施 結果 導致歐洲統一進程被徹底打斷 而歐洲陷入混亂 一片混亂 渦蘭戰爭已經令到歐洲很多國家 特別是歐洲聯盟國 歐盟 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 如果繼續打下去 歐洲 歐盟 就將會面臨更大的壓力 法國 德國 試圖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 但是英國 退出了歐洲聯盟之後 這個歐洲統一已經化為炮影 不再出現了 現在英國自身又面臨退出歐盟 同樣的困境 如果北愛爾蘭 宣布獨立 蘇格蘭又宣布獨立 英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 國際地位就會迅速下降 對於美國來說 歐洲國家的分裂 特別是歐洲國家的內部分裂 其實就是它的目的 歐洲 歐盟 一些國家決定 制定這個 統一貨幣政策 發行歐元的時候 美國立即在巴爾國半島 採取軍事行動 北約 把塞爾維亞 狂轟濫炸 英國跟著美國後面 希望強化自己的國際影響力 但是令到歐洲變成一盤散沙 而這次英國自己就反受其害 西方國家就高舉民族自主 自決的旗次 鼓採分裂 但一旦涉及自己的利益 西方國家就會團結一起 反對這個分裂 鞏固自己的統治 地位 西班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西班牙的 加泰羅尼亞 人就要宣布獨立 加泰羅尼亞的議會舉行公民 公投 多數人贊成 要脫離西班牙 但是西班牙政府就立即採取軍事行動 而 和歐盟 一起 逮捕了加泰羅尼亞地方議會的領導人 當日英國在殖民地實行的 分而自知的政策 現在英國衰落後 英國內部也分裂了 似乎是歷史的報應 而英國保守黨 當年舉行公投脫離歐洲 歐盟 也是為英國 今次的訓練 埋下了復筆 大家好 想和大家介紹巴士的布推出的一個新服務 石榴台 石榴台會提供獨家內容 給我們的忠實 觀眾 和支持者 訂閱石榴台 每日不用港幣兩元 就可以看到我 李同 盧永雄 巴士的布團隊 和其他名家提供的獨家內容 我會在那裏跟大家分享 採訪國家領導人出訪七十多個國家的點滴 以及外交新聞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 不過我們在YouTube頻道這邊的節目也不會減少 希望你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榴台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 點擊石榴台連結 就可以瀏覽石榴台的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內容 另外也可以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 都可以找到石榴台 請大家去石榴台那裏看看 多謝大家的支持